三品牌氣炸鍋大比拼 美味難敵油炸鍋 最近在電視上狂打廣告的氣炸鍋 號稱不用油就可做出油炸口感 還可油切百分之八十 你是不是也覺得心動了 究竟氣炸鍋是不是那麼神奇呢 蘋果日報副刊特別找來三位專業老師 營養師謝宜芳 美食家徐天玲 烹飪老師蓮愛青 分別以目前市售三品牌氣炸鍋 菲利浦 哥林 阿琳 與烤箱一般油炸鍋 烹調四季豆冷凍薯條與鹽酥雞 依據食譜調整分量時間進行實測 結果不論是薯條鹽酥雞或四季豆 都是油炸鍋炸出的食材最美味 雖然我們使用盲測 老師還是一吃就知道 這個香跟酥度 還是有經過油溫的高溫 去把它食物逼手還是不一樣 氣炸鍋烹調薯條色澤口感不佳 哥林還出現苦味 這五個薯條裡面唯一吃到有苦味的 就是這個薯條 但是因為它有一些就是炸得過火了 所以變成那個苦味反而出來了 再來看看鹽酥雞 排名電底的是 菲利普鹽酥雞 那不是過頭的酥 而是水分過頭的抽乾的 氣炸鍋烹調四季豆完全失敗 菲利普版幾乎變成脫水蔬菜 詢問業者 業者表示因食材狀況不同 消費者需自行調整烹調時間與分量 記者再次實測 除了原本50公克四季豆 烘烤15分鐘大失敗 再用50公克四季豆僅烘烤7.5分鐘 狀況好一點但還是焦 再接再利加量至300公克烘烤15分鐘 還是一樣乾 將50公克四季豆 烘烤15分鐘 結果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比較三品牌氣炸鍋 菲利普表現反而輸給小品牌 格林與Unlink Unlink在四季豆與薯條項目領先 鹽酥雞則是格林勝出 以食材來看 氣炸鍋在冷凍鹽酥雞 與薯條項目分數較高 較適合烹調本身含有油份食材 實測發現氣炸鍋烹調鹽酥雞 確實有油切效果 150公克鹽酥雞 菲利普R-Link各逼出約5ml的油 可減少45大卡熱量 格林2.5ml較少 約可減少22.5大卡 油炸物雖然好吃 但會吸油增加熱量較不健康 三種食材油炸 則吸入約10公克至200公克的油 約增加90至1800大卡的熱量 其實氣炸鍋最好用途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很多油 就是香腸蠟肉剩了很多 那怎麼辦呢 把香腸蠟肉切薄薄之後 利用氣炸鍋把它炸把油滴出來之後呢 就變成類似我們就是 那種乾的培根 吃沙拉的時候可以撒在上面 氣炸鍋的網子 因為它是上下透氣的 那難免有一些肉汁或湯汁 菜汁滴下去以後 在乾燥以後 它就會黏在這個網架上 所以你在清洗的時候 連那個溝啊 槽啊 網架的洞裡面 都要清洗乾淨 因為它在裡面呢 重複的高溫 重複的高溫 絕對是致癌物 氣炸鍋應該每次都清洗很乾淨 因為那個油 如果繼續一直用下去的話 等於是過氧化 一直油 因為不斷的不斷高溫之下 其實反而是個致癌物質 老師也建議 氣炸鍋有它使用的方法 與適用食材 消費者要評估自身需求再購買 東新聞台北報導 東新聞